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東風未知 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泰哥好 嗨 大家好 很難得可以請到你耶 謝謝 你知道 尤其是我婆是你的劇名 他叫我一定要講 對 不光是你婆啦 還有你的小孩 她有檔戲 對啊 小孩 他都知道你是濕濕打拔這樣子 就是你知道很多戲迷入戲很深 所以看到你的臉 我們就會覺得每天就是那種 八點檔 黃金時段 我就是要看到這張臉 我就會知道說 這檔戲一定是好看的 絕對是好看又長壽的 就是一個保證的 就是保證書的衣服 對 就是這張臉 然後但是你知道我私底下 跟妳談天 我就覺得 妳真的好溫文儒雅 溫文儒雅 其實有時候只是一個表象而已 真的喔 其實你還在演是不是 在演溫文儒雅的來賓 不是 不是 就是 怎麼講的 溫文儒雅是 妳這樣 很緊張了 是不是 這樣被鵝肉溫文儒雅 很非常害怕 溫文儒雅的是在製作 對 是 因為王燦他這個 真的是保養有數 對啊 保養有數 你現在演 如果還是演那個青年小夥子 你還可以演 很OK啊 那你演中年的也還行 對啊 而且太常要辦老耶 但事實上你的演藝年齡 已經很長了對不對 已經算很長 因為其實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事實就是這樣 我們每次一部戲 一演就是兩年 然後我又常常是 一部接著一部拍 所以當我一拍完之後 回過頭 別人告訴我 我的年齡的時候 我才赫然發現 天啊 我已經是這個年紀了 所以我的心智是 停留在那個時候 真的 然後你又要經常 投入到不同的角色裡頭 對不對 對 可是我剛剛說 我看演戲長大應該也 沒錯吧 其實也沒錯啊 我也二十年紀 對啊 因為我跟其他藝人一樣 也從小就拍戲 從小嘛 對嘛 是不是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 想說奇怪 你明明看起來 比我們是企劃年輕 我們企劃也不過就二十出頭 對 你知道嗎 其實你的心情 如果說是年輕 比如說你還停留在那個時候 對 但你一直覺得 你才二十幾歲 對啊 所以你自然就年輕 對不對 沒錯 沒錯 這個真的很重要 真的 沒錯 可是其實有好有壞 因為有時候太年輕了 你到社會 比如說好了啦 我們到一些精品店 人家看你很年輕 就覺得你沒有消費能力 然後看你 誒 無穩重重的 然後呢 就是看起來比較成熟 比較有消費能力 不會 我覺得我要是 我看到王燦 我就知道他是誰 我就一定是把最貴的拿出來 來來來來 那你難以拒絕 拜託 八點檔大腕 是不是 那今天這個大腕帶什麼寶物來 我看 所以是琳瑯滿目 是自己的收藏 還是家人的收藏 今天帶來的 是有很多的因素 才因緣際會 然後就收藏了這些東西 或買了這些東西 那我們一件一件來聽聽看 你的寶物故事 因為這第一件 金老闆 這很重喔 好大 我都戴個手套 這個雙桃 顯得很喜氣 對 你看 有桃子 有葡萄 而且感覺是有不同的 我是不知道 我就覺得好像有不同的玉石 然後把它也結合在一起 呈現出就是蠻眼花撩亂 而且很幫忙 這個東西 這個叫做花石擺劍 花石擺劍 在過去皇宮 或者是王宮大臣的家裡 才具備的 為什麼要這個東西呢 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你知道嗎 在北方 一到冬天 是 白雪矮矮 什麼花也沒有 對 那室內就覺得很枯燥 對不對 所以說他們就會用這個 來裝點室內 難怪 很有色彩 這就是因為我當時 我在大陸拍那個 古裝劇的時候 然後因為比較年輕 我常常每次只要在等戲的時候 我就就會在旁邊 看一些道具 在那邊看 你不是看美女啊 也有啦 也有啊 老師 因為活的也要看 可是這個 百見靜靜的 對 藝術也要看 也可以欣賞 然後看著 我就覺得這個東西 很特別 我就一直在那邊看 尤其是你看這個 它這個股價 對 股價很特別 對 做得很特別 對 我看著看著旁邊 剛好就是有 就是負責承設道具的工作人員 對 他就說你喜歡嗎 我說沒有 沒有 我覺得你擺的東西 都非常的 就是怎麼講呢 色彩給人家感覺 對 很鮮豔 很立體 他說對啊 因為你是富貴人家 所以你們家裡面的擺設 都要放得比較富貴 你的角色是貴公主 對 結果後來他跟我說 你如果喜歡的話 這部戲殺青就送給你 對 這麼好 對 因為他們家就是 本身也有在 就是做一些浴室賣賣 對 他是這樣告訴我的 對 後來就真的無償送你 對啊 就送我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 可以保持完整 沒有 這當時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一直抱 就是自己手拿著 對 你是有眼光的 光是這種擺劍 就改變了中國的歷史 這個影響到 影響到一個國家的命運 為什麼呢 只要是這個國家太過於奢侈 它就會發生這個情況 像嗎 你看 這麼遠 所以你看在清朝的時候 這個乾隆以後 整個的國運就開始往下走 就是因為太奢侈 太奢侈 錢都花光了 太安逸了 對 錢都花光了 對 錢都花光了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從這邊也可以理解到 過去人為什麼喜歡這個 然後呢 過去的人為什麼 因為這個而亡國 的確 我們先來把這個評估一下 好不好 先來評估這第一件 感覺很喜氣 對 而且看它那個石頭 每一種的色澤都不一樣 對啊 從葉子到桃子到葡萄 各自都非常的繽紛 這樣的存在 的確滿有趣的 也是一個句子的回憶 我們也來評估一下 這個花石盆景 一組 價值多少錢 來 參哥看一號機 我們還請見價囉 請見價 台幣啊 這個 對 這個基本上 它是 也有一些軟玉 也有一些軟玉 有軟玉是哪一種 這一種是軟玉 這一種是玻璃 那下面這個葡萄也是玻璃 最重要的是這個盆景 它的玉意很好 是 你看桃子 對 桃子代表什麼呢 桃子 長壽 長壽 對不對 要吃壽桃嘛 對不對 那個盤桃大會的時候 對 王五娘娘過生日 她就辦了一個盤桃大會 這個盤桃大會是幹嘛 你知道嗎 那個桃子吃了以後 就可以長九千年的壽命 很生日啦 如果你是來賓的名單之一 那你想想看 是不是平白多活 我將近一萬歲 太可惜了 所以才有孫悟空偷盤桃這件事 是 那葡萄呢 葡萄叫多子多孫 多子多孫 你看一串葡萄 對不對 每一個裡面都有好幾個籽 對 如果全部把它播種下來 那不是更多的葡萄嗎 所以說真的 我們都會去擺在家裡頭 可以讓葡萄意義上面 可以更正好 做採煙草啊 我覺得你繼續留著 而且又有大陸那一段 拍戲的回憶 因為我知道其實你在大陸 拍戲的時候有 很難忘的事情發生 的確 那個我們其實拍戲的時候 尤其 其實常常尤其我們就是 怎麼說古裝 只要一穿上去 整個人就會 不一樣的 對 很死板 硬蹦蹦的 對 然後製作人都會要求我們 就是要先練習棋嘛 要不然就是練劍 就是如何使用劍 使用刀 好累啊 古裝 對啊 非常非常累 然後呢 我們當時 因為是演一個皇帝嘛 然後只要是出去的話 隨時隨地就是一定要 要求自己就是走路 就是要很挺 因為你要挺得很自然 對 你不能只是 因為一服一穿 然後就這樣 這樣子演戲 這樣是不是很硬 好像是演不在戲 是 對 結果每次 結果有一回 很辛苦 真的 那兩個禮拜 還融入不了那個皇帝 風流替他 對 他那一種瀟灑的感覺 因為你從小沒當皇帝嘛 對啊 就這個年齡而已 對 一直沒有這個命啊 好不容易有這個機會 一定要好好做一下皇帝 是 所以製作人到現場之後 常常都把我們交到旁邊 然後就開始跟我們講故事 開始念我們 然後念到我們都會在旁邊 慢慢掉眼淚 真的 就是一直到後來慢慢 慢慢進入到這個角色之後 然後前面很多場戲都重拍 OK 想要更好 對 所以演一個皇帝 真的不容易 我介紹你看一部書 你讀完了 你演皇帝全華人第一名 是嗎 這本書就叫 知智通見 知智通見 知智通見是司馬光寫的 他把他把宋以前的所有的皇帝 發生的事情 生活起居的細節 通通記在這個裡面 那你就知道皇家到底是幹嘛的 對 然後你知道他的悲歡離合 是 所以你這樣子去了解了以後 你扮皇帝沒有比你還強 是 真的就那個心裡面 心裡頭覺得 對 你就知道皇帝為什麼有這種權威 要人死 人難立刻死 我們不敢 你一定要把自己的那個 那個整個威嚴感 氣勢先做起來 對不對